肥靶界第一位女國手 35歲的林怡君 是奧運四朝元老 擁有五次亞運的參賽經驗 並在2006年 渡哈亞運拿下銅牌 世界杯兩度摘金 亞洲肥靶錦標賽 三連霸的成就 比到一半我要拿飲料喝的時候 就抖抖抖抖 就是抖不停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抖 然后就问前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抖完就好了 抖完就没事了 所以那一场比赛就是 其实是蛮惊吓的 惊吓的过程中结束 然后后来才想一想 其实不错 第一次比亞運 然后其实第七 林怡君的涉及生涯 沉迷得早 首次他上奥运殿堂 就设下了第四名 只不过在这之后 他却面临了第一个考验 要转换项目 从原本的双不定向 改练不定向 也让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 蔡志成教练 那时候一直告诉我说 人生不是只有 只有这样而已 不是说我08年奥运没达到 就后面就整个就毁灭 世界不会因为这样毁灭 两人从2003年开始搭档 朝夕相处下来 早已培养出革命情感 就连爱情也悄悄萌芽 我就突然拿着一个 女生很爱的那个 浅绿色的袋子 然后一看我就 一看我就 因为那袋子小小了嘛 我就自己在幻想 是不是那种东西 然后我就还没 他还没打开 我已经哭得乱七八糟 然后他还没告诉我说 要不要嫁给我的时候 对我手已经伸出去了 除了蔡志成教练作伴 狗狗则是林怡君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灵伴侣 长时间在靶场训练 同样的动作一再重复 难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 还好林怡君 还有一个隐藏版专长 美甲师 老师上课会教一些就是雕花 就是雕玫瑰花 什么圆点花就是很多 然后就觉得成果做出来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运动生涯的高低起伏 成为林怡君 毕生都在面临的课题 从17岁就踏入射击 漫长十多个年头 所造就的历练人生 绝对值得仔细挖掘品味 等待会儿 这么多的 感谢观看